我們還是一分鐘 三分鐘好不好 主席各位委員 跟各位在位的 同胞們 大家好 之所以講同胞 我們是生命共存 我們是同一個民主 這個地方我們這個國家 稱為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 民主的精神 那我希望說 這一個規劃案 在規劃這個案的人 是應該要的委員們 是不是應該要含有我們居民的代表 比如說我們的里長或什麼 能夠為我們 因為我們是生活在這個地方的 那你要規劃這個地方 沒有我們的參與的話 沒有我們的聲音的話 那好像是我們的命運 是在被別人所規劃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有任何的聲音 這種就違背了這個民主的精神 所以第一個我要求的 我希望的是這個委員會呢 我有我們幾個里的里長 能夠參與在這個委員規劃的裡面 第二個就是我們生命 就是比你的居住環境 你的錢財都還重要 那你如果開發高度開發的結果 而且又要把又是社福的用地的話 那有老人那到時候疏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危機到了身家生性命的安全 那這個我希望說這個應該是第一個 first priority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開發 OK你因為這個是社福用地 我們希望說你要開發成一個高住宅區的話 你要先考量到說對環境的影響環評 還有這個交通的衝擊 那我們捷運都還沒有蓋好 就先搬進來那麼多人 到時候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不考慮說在捷運蓋好後 這個交通比較能夠疏散的時候 再來去開發這塊地 然後呢所以我們要求這個開發的順序上 先把捷運蓋好再來開發這塊地 第二就是整體開發 整體開發我們希望不要切割來開發 這樣的話會造成說 當然各自為政到時候開發的會很亂 那一起開發 OK接下來就是停車位的問題 開發應該是現在規劃的應該要比以前的規劃更好 所以以前的將來開發應該是要比原來之前規劃的停車位更多 那希望說如果1500戶的公營住宅的話 那你至少要有兩三千個車位 或是只有500個 希望這個委員們能夠考量 你目前的規劃應該是比以前更好 不過是比以前更糟 謝謝 謝謝 下面請高財部高先生 謝謝